搞脱钩锻炼和所谓的去风险 只会人为干扰企业正常投资经营 不符合双方企业根本利益 我们注意到 中美两国元首会务期间 拜登总统重申 一个稳定和发展的中国 符合美国和世界的利益 不寻求打压遏制中国发展 不寻求同中国脱钩 希望美方将积极承诺 转化为实际行动 同中方相向而行 为企业开展双向贸易投资合作 创造良好条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